先下載這個題目檔 題目檔當然你不下載沒關係 直接連到我們雲端上面 我剛剛講那個連結 第二個就是這個練習檔 練習檔記得把它 下載之後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 應該會解壓縮吧 解壓縮 然後到這邊就有個資料夾 然後找到102 第一道題目就在這裡 所以將來的話你就把它打開來 點兩下 特別注意 這個是原始檔 也就是它完全都還沒做完 那它要做什麼呢 其實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說呢 題目裡面會要求幾個動作 所以你就捲動 OK我們大概 底下就是第一類 第一類 基本函數 所以你一定要 第一類一定要會基本函數 第二類的話就格式設定 的相關能力 底下就有細節 細項 至少就是說像什麼列高的調整 藍寬的調整 還有像字的大小 或者是儲存格格的格式 等等 這相關的東西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是先捲動到第102 這一題 那它總共呢 會有幾個說明 這個地方的話 題目有一些說明 比如說它說什麼 常勝高爾夫球場教練 想分析 1934年到2009年 美國高爾夫名人賽 歷年 穿綠夾克的成績 也就是說 第一名的 成績裡面 到底哪一些 歷年來的 那個 甘數是幾甘 不過這個當然我對於 高爾夫不是很在行 主要是說我們按照他要的 去做出來 然後他說什麼 4天的比賽當中 前3天 成績 5分類格式化 所以它是這個效果 OK 要怎麼樣做出 有點像那個 手機 上面那種什麼呢 就是說你的那個 收到4G頻率的高低 這邊多跟少 怎麼去做這個符號 另外的話 平標準竿 跟低於標準竿用這個符號 這些符號 在以色號裡面怎麼讓他產生 OK 再來這個是第一個 題目說明 第二個是 作答須知 他當然這邊會有提到 他要去這個路徑去開 不過這個路徑也許你暫時先不要理他 反正這個路徑 實際上就是 如果是102就是102 104就是104 裡面一定都會有這個檔 那開完之後特別注意 他這個地方是說要我們存成 EXA 有沒有把D改成A 不過將來因為你們要教 這個完成的作業 作業 所以你要跟著做 做完之後請你比如說這個 最後做完 請你把它存成 比如說102你就存成102就可以了 這個102.xlsx 如果104的話就存104 反正就是提號就對了 因為每個人都存一樣的檔名沒關係 因為Poto將來教都教你們自己的那個 個別的位置 所以不會有衝突 的狀況 發生 這一點可能要 注意一下 那底下的話就是 大概這邊說明 再來的話 第三點 主要我們是了解 第三點 他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是 主要完成 第三點 裡面要求 1 到多少 1到8 OK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要按照他要的動作分別完成 那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說在 第一列 與第二列中間的插入一個列 然後呢 並分別在 C2 到 E2的這個位置 輸入什麼 輸入這三個東西 什麼 Scope Possession 跟什麼 Leader OK 那這幾個地方 而且都輸入一樣的東西 這什麼意思呢 E 他說請你在 第一列 跟第二列中間 先插入一列 怎麼插入一列呢 特別是說 1跟2之間插入一列 請你在第二列選一下 點一下第二列 按右鍵 選擇插入就可以了 這樣第一個動作完成 那第二個他說什麼呢 請你在什麼呢 請你在 那個什麼呢 C2到E2 F2到H2 其實這幾個都一樣 所以其實做一個 負貼過去就好了 那輸入什麼呢 輸入Scope Possession跟Leader 所以其實C2在哪裡 C2 這邊因為插入一列 所以分別在這邊 打上什麼 打上Scope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然後這邊打一個什麼 Possession 有沒有 然後這邊打一個什麼 Leader Leader OK 然後後面的話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這幾個字 後面 F2到H2 I2到K2 這些都一樣 所以你就把這三個複製 貼一個 兩個 三個 OK 那就完成了第二個動作 他要 第一個插入一列 第二個的話就分別輸入這個 然後貼 貼 貼 對 這個 1完成 2 合併儲存 合併 A1跟 A2合併 B1跟B2 其實意思 看起來就是這兩個合併 怎麼合併儲存格呢 可不可以注意一下 選完之後 請你找到 Excel裡面的一個叫跨欄 至中 的功能 就OK了 這個功能把它點一下 選完之後按一個跨欄至中 選完之後按一個跨欄至中 這三個跨欄至中一下 有沒有這三個跨欄至中一下 意思就是說 他 打高爾夫應該是 第一天是不是18棟 36棟 再54棟 再72棟 其實我不太清楚啦 不過我們重點不在高爾夫球 我們只要是 利用Excel去統計說 他個別的那個 就是說那個甘數的問題 然後 所以再來就 第二個動作完成 OK 所以1跟2OK了 等一下再來看 3、4、5、6、7、8 反正分別完成 就是我們最後要的結果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最後呢如果做完之後 你就把它另存心檔就好 那當然將來如果你考證照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 D改成A就好 但是我們 如果練習的話 你就直接改成什麼 改成102就好 或者加一個102A 102A 表示說呢最後我 這個 按照題目要求做 打完畢 而且是符合題目要求 就OK了 那考試其實也是這樣考 OK 這個畫面先幫你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呢先試著按照那個 題目要求 分別完成 那利用這個 證照考試題 來了解Excel的一些進階的 用法 然後 我覺得這樣的學習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你可以透過題目 來了解Excel 第二個的話呢 將來如果你要去考證照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些 提目列收 你就可以去報名參加 這個考試 那我還蠻強烈建議 如果你在畢業之前 如果你未來想要找一個好一點的工作 基本上呢都需要有Excel這方面的技能 建議還是去把證照考到吧 像你們之前學長姐 有證照跟沒證照的結果 當然結果一定是不一樣 OK 試一下 好嗎 好嗎 好嗎